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初步业务活动 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呀 我们就是想什么呀 我判断我到底要不要接这个业务 我要不要接这个业务 我对我的这个利和弊之间进行一下衡量 如果说这个业务我经过分析 风险特别高 风险特别高 那这个时候你还接不接啊 你就肯定就不接了 对不对 如果说OK 我这个接这个业务 接这个业务 那他的风险不是很高 我对他还很了解 那我就接这个业务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干嘛呀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 我就要签署什么样 审计业务 约定数 就相当于跟这个被审计单位 我们签一个合同啊 类似于这种情况 你把丑话说在前面 对不对 我要接了啊 那咱们俩的相互的责任义务 我们得说清楚啊 我们得说清楚啊 所以说我们初步业务活动 它是干嘛的呀 目标就是我判断 我到底要不要接啊 我到底要不要接这个审计业务啊 要不要接这个审计业务 那我们知道了目的 那我们看看我们初步业务啊 业务活动 我们都是要干什么呀 内容包括什么呀 其实呢 我们初步业务活动就是什么呀 我通过我的渠道 去了解被审计单位 及他所处的这个环境 然后我什么呀 我判断我这个风险啊 然后我再去衡量一下 我到底要不要接 我到底要不要接这个 审计业务 那我们看 我们要针对保持后户关系 和具体审计业务 实施相应的质量控制程序 实施相应的质量控制程序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如果说啊 我这个现在 我在初步业务活动的时候 我的这个被审计单位是什么呀 我以前审过的单位 我以前审过的单位 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如果说我以前审的时候 它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企业的那个风险呢 不是很高 那这个它内部控制有效性 又不错啊 这个管理层呢 又很配合 对不对 那我这个时候啊 我就什么样 我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啊 质量程序 就是说它的这个啊 总体的这个企业的质量怎么样啊 如果说它的风险又小 我对它又了解 那我判断 那我就接呗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客户 我今年新签的一个客户 这客户呢 别人介绍的 没审过 就是对它不是很了解啊 不是很了解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什么呀 花精力 多花一些精力啊 对这个客户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啊 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 这样的话 你才能什么呀 我才能去判断 哎 这个活动怎么样啊 我接这个业务啊 我的风险怎么样啊 我的风险怎么样 第二呢 就是评价遵守相关职业道德啊 这个要求的情况 为什么我要说说评价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啊 啊 这个时候是想说什么呀 就是说我们注册会计师啊 我们是要有职业道德的 我如果说我遵守职业道德 那这个时候什么呀 这个时候我的审计质量啊 就会相对比较高啊 相对比较高 主要是和审计质量相联系的 和审计质量相联系 那第三点是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那我们说的你得丑话说点前面对不对 你的我的注册会计师啊 我的责任义务 你这个管理层啊 你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你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得什么 说好了 你得同意啊 不能说我接了业务之后 你说了我原来这都 我说配合你 我不配合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什么呀 进行沟通并且达至达成一致的意见啊 达成一致的意见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已经学习了什么是初步业务活动 它的目的和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的啊 我们的一个选择题单选啊 注册会计师啊 在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支出啊 他开展的初步业务活动 不包括哪一项啊 你要先看清楚 他问的是什么呀 不包括哪一项啊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计划审计活动啊 计划审计工作 那这个包括在里面呢 刚才上一张PPT讲 好像没有这个 对不对 那你可以先打一个问号 先往下看 第二个 针对保持客户关系 和具体的审计业务 实施相应的什么样 质量控制程序啊 我们说了啊 我们在这个初步业务活动里面啊 我们要什么样 我们看啊 保持客户关系啊 来判断我们的风险啊 所以说这个有没有啊 有啊 C 评价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 啊 我们说了 你得看一看呢 你住的会计师啊 有没有遵守职业道德 还有什么样 你比如说管理层 有没有遵守职业道德 以及这些财务人员 如果说他们能遵守职业道德 那这个时候你的风险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还要什么样 评价一下啊 看他们遵守职业道德的这种情况 啊 这种情况 第四个啊 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 达成一个什么样 一致的意见 啊 达成一致的意见 那这个我们也说了啊 跟这个被审计单位 我们把丑话说在前面 对不对 一些责任意义要说清楚 所以这个约定条款啊 我们要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那B C D啊 都是我们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 那A是不是呢 我们说了计划审计工作 它是什么样 你必须决定了 我已经签约了 我要承接这项审计业务 这个时候你才干嘛呀 我才去做计划 对不对 你现在你都不知道 要不要承接你做什么计划呀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展业务支出啊 它的这个初步业务活动 应该包括的是B C D 但是这道题他问的是不包括的 所以应该选什么样 应该是选A 选A 那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这个审计的前提条件 审计的前提条件 那么我们已经在这个 我们第一章的时候 跟大家提过了啊 就是说已经讲过了 审计的前提要有什么 所以呢 这一章呢 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毕竟呢 这个在第一章的手势重点 那在这儿他又 repeat 又给你重复一下 说明什么样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和清楚的 知识点啊 我们看第一个 前提条件啊 我们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啊 你如果连编制基础都没有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审计是干什么呀 对管理层啊 他的认定 我们去看他对还是不对 那你管理层首先 我必须得有报告编制的基础 我才能去认定 对不对 我应该是管理层 我的责任就是什么呀 按照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 进行编制啊 以达到公认的反应 是不是 那他在这个财务报告上签字 他就承认说 我财务报告上的内容 是我什么呀 我已经这个按照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并行编制的 并且呢 我签字说明说 我已经承认它是一个公认的反应 啊 所以这个条件条 第一个就是什么样 我们财务报告必须要有什么样 编制基础啊 编制基础 那我们看 我们承接见证业务 它的条件之一就是什么样 找到一个适当的标准 而且能够为预期使用者获取啊 预期使用者获取啊 那起码就是说 你这个作为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层 那我编制的时候 我不可能这个报告 这个我的 我的这个股东啊 广大的中 这个大股东可能能获取到 你小股东获取不到也不行 他起码要知道什么样 你到底是用什么编制的啊 这样的话才不影响他什么样 进行决策啊 进行决策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我们承接业务的条件之一 就是你的标准 必须得是什么样 适当的 这样的一个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而且是能为这个 预期使用者获取的 那如果说不存在啊 可以接受的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基础都没有了 那你管理层啊 你就没不具有啊 编制财务报表的恰当的基础啊 你基础都找不到你怎么编呢 是不是 那注册会计师 这个时候 你没有编制基础 那我去给你审的时候 我以什么为依据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CPA 我们的注册会计师啊 也不具有什么样 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 这样的适当的一个标准 如果没有 适当的标准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那你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对不对 你制定财务报表的人 没基础 你编不了 那你都编不了 我也审不了 是不是啊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于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啊 它是我们审计 第一个前提条件 你没有它就没有审计 没有它就没有审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考虑说 我在确定什么是基础的时候 在确定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时候 那这个基础是否可接受 啊我们要考虑一些因素啊 考虑一些因素 首先第一个就是被审计单位的性质啊 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你比如说上市公司啊 你比如说有一些公众实体啊 公众企业实体 或者是说啊 这个啊 一般的企业和什么样 小企业啊 他们的编制基础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要在选择的时候 你要考虑你被审计单位 它的性质是什么 啊 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财务报表的目的啊 我们财务报表的目标是干什么呀 像我们的预期使用者反映我们的经营情况 对不对 我们的目的不同 你选择的这个编制基础也不一样 对不对 我就是给广大 我的这个预期使用者 我的广大的这个啊 这个股东啊 给他们看的 还是说 我就是给特定某一些机构团体 比如说某一个人看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编制标准啊 编制基础就不一样啊 编制基础就不一样 第三个财务报表的性质 在这里面呢 主要是什么呀 看你是是不是这个 呃 一套的报表啊 还是说你是集团公司的呀 啊 这个是对财务报表性质的一个要求 那你不同的财务报表的性质啊 可能我的这个编制基础是不一样的 我是一套报表啊 我还是什么样 我就单一的一个报表啊 这个是我们啊 在这个选择啊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点啊 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那法律法规是否规定了 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 如果说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了 像你这样的企业 你必须用某某编制基础 那你就必须得用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你要看 法律法规是不是规定的 就像我们国家大多数的这个企业啊 都是什么样 这个我们所说的啊 企业会计准则 这都是已经是规定的了啊 所以你必须要选择的时候 要考虑的几个因素啊 要考虑的几个因素 那我们啊 审计的另外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什么呀 就管理层的责任 达成一致意见 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在审之前 你管理层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说把责任都说清楚啊 我告诉你 你管理层的责任都是什么 你管理层什么呀 必须得同意啊 必须得同意 你比如说你管理层责任 就是配合我进行审计 为我提供必要的条件啊 你签字了 说明你承认了你的这个责任 一审好吗 我想找谁谁谁 你比如说想找我这个财务的相关人员 谈一谈 你的管理层 你的这个啊 财务总监说了 这人今天不在 明天请假 后天出国 那你这是什么呀 你就是横拔的数党的 就是不想让我查对不对 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你管理层的责任是什么 得说清楚 而且呢 你管理层要认可你的责任 啊 要认可你的责任 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按照什么样 适用的啊 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 编制 财务报表 同时呢 使得他公允的反应 啊 这个就是管理层的责任 啊 他有责任让什么呀 他的公司被审计单位啊 使用适当的财务报告的编制基础进行编制 而且能保证它是什么 公允的反应啊 就像呃 在年末的时候 你那个财务报表出了之后 你的管理层是要签字的 你签了字啊 就代表什么呀 你已经默认了说你上面的编制的这些个数啊 都是按照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编制的 并且呢 你也认为什么呀 他已经公允的反应了他的每一个表达 啊 这个是你签字了就说明这就是你的责任啊 这就是你的责任 那第二个 管理层他有责任什么呀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什么呀 内部控制 啊 必要的内部控制 这样的话呢 才能使我们的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什么样 舞弊或者是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啊 那你即使说我按照公允的反应 如果说你的这个内控 啊 内控有问题 那你这个风险就很高 那么管理层的责任是你有责任是什么呀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 内部控制 啊 这个是你的责任 你内控好了 我才能什么呀 我的舞弊 没有 我的错误 很少 因为有些错误 你你有内部控制 这种错误就不会犯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内控的目的是什么呀 减少 由于舞弊或者是错误导致的什么 重大错报 啊 所以你的管理层就有责任 设计和执行 并且维护啊 必要的内部控制 那管理层的另外一个责任是什么呀 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就像我之前举那个例子啊 我审计的时候要找某个相关的财务人员谈话 你就不能拦着 对不对 我也想去发寒证 那你就把你发寒证的这个对象的信息 你得给我 是不是 不能说 相关的信息 你不给我 不行 或者是你横拔手掌的不让我去寒证 啊 人家说了 对方说了 呃 你比如说你上银行去喊证去 对不对 银行说了 你要来 但是你得拿你们单位的这个 呃 比如说公章啊 人民章 那公章和人民章 那个被审计单位 肯定不会把这个公章和人民章给注册会计师 说你自己去喊证去吧 这肯定不行 那就得他们派人啊 跟着我们一起去 那这个时候 那你这个管理层说了 今天表蒙没有时间 明天呢 这个章呢 呃 又不在 拿不去 啊 后天又这事又那事 那不行啊 所以说 你的管理层啊 他还有个责任是什么样 向你注册会计师啊 提供必要的我们的审计的条件 啊 我们审计的条件 那我们第三个啊 审计的这个前提条件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样 确认的形式啊 确认的形式 那你注册会计师呢 应当要求管理层啊 就他已经履行的啊 某些责任提供书面声明 就是你不能说你已经履行了一些责任啊 你得什么呀 落到纸上 落到纸上 你可能在这个之前说了 哎 我这个是这么这么的 可以 结果到实际执行的时候 没说过这话呀 没有啊 就是转眼都不认账了 所以说我们注册会计师啊 一定要要求什么样 我的这个管理层啊 对他已经履行的一些责任 你要什么样 落在指头上 你有证据啊 这个书面声明就是什么样 他反悔的时候 这个证据啊 这个证据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管理层啊 他不认可他的责任 他认为这个责任不是我的责任 你内控不是我的责任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或者是说啊 虽然说啊 我认可了这是我的责任 但是不提供书面声明 就是说没证据啊 没证据 这个时候注册会计师应该怎么办啊 我们注册会计师啊 这个时候就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这样的审计证据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要承接这项业务 其实是不适当的 啊 不适当的 因为你住那个管理层 他我就不认可我的责任 你说明你什么样 审计的前提你少一条 我们前面一条审计前提是什么样 管理层的责任啊 你要达成一致的这个意见 对不对 那我现在他不认可责任你怎么办呢 你这个天气条件你有一个没成立 你有一个没成立说明什么呀 这个时候你承接这样的业务 其实不下档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接你的风险会很高 啊 你的风险会很高 所以说当然了我们得排除什么呀 你法理法律规定的其他的规定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我们考虑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你要不承认你的责任 那我就不接这种业务啊 不接这种业务 那我们啊 给大家刚才介绍了三个审计的前提条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的这个练习啊 他的这个练习 我们在确定啊 编制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财务报告编制的基础的时候 我们在确定他可制业受性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些因素啊 考虑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因素有哪个呀 我们刚才已经就这个问题给大家分析了啊 这些个因素是什么 我们来看第一个 被审计单位是商业企业还是非盈利组织 那这个考虑的是什么呀 我们被审计单位的性质啊 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是不是我们在啊 确定这个编制基础的可可接受性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啊 是的啊 那这个A就是对的 B 编制财务报表是否为了满足啊 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共同的啊 财务信息的需求 那满足啊 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的需求 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财务报表的目的 所以说你在确定这个编制基础可接受性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我们财务报表的目的 那也就是第二个啊 第二个财务报表是整体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报表还是单一的财务报表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啊我们的财务报表 它的性质啊看它是整套的还是单一的那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啊 第四个法律法规是否规定了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我们也说了如果法律法规规定了你就要用它规定的那个编制基础啊那个编制基础 所以啊我们在啊确定啊我们的这个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时候 它的可接受性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呢就应该是ABCD啊 ABCD 那你要知道它每一个代表的是我们当时说的是什么 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不会说把那个 问你说它的因素是什么呀 A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B财务报表的性质 C财务报表的目的 它不会 它就是什么呀 给你写成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你得知道被审计单位的性质是什么意思呀 你财务报表的性质是什么意思呀 你的这个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什么呀 啊你得要了解啊 它会进一步的去出这种题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大家需要知道的啊 大家需要知道的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审计的这个前提条件啊 前提条件 那所以说呃大家一定要什么呀 把握好啊 我们审计的这个前提条件都是哪些主要是什么呀 多做题啊 多做题你才能什么样 让你这个思维不断的巩固 你不能说啊学完了就扔这了 你要不做题你这个东西很快就会忘掉啊 很快的就会忘掉 所以说我们一再的嘱咐大家啊 课后一定要什么呀复习 然后呢多做题 然后呢去看教材啊 去看教材啊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